你看这条可怜的加班狗 大过年的还在这辛苦的擦窗户 星星见了轻轻拍了拍他脑袋鼓励他 加油哦擦完给你买香肠 狗狗一想到有香肠吃 立马又挥动毛巾 卖力的擦了起来 但这一擦就是大半天 直到傍晚狗狗才擦完窗户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走到星星跟前讨要香肠 但星星没有回应 只是拍了拍狗狗脑袋 然后便牵着狗狗朝门外走去 他先是走到窗户前 仔细检查了一番 嗯很干净 紧接着又举起双手 示意狗狗 撒假刚接了个大单子 再加个班 一次给你买两根香肠哟 为了香肠狗狗也是够拼 立马又跟着星星来到宴会厅 领班小姐姐要求他们 摆放好坐垫 等客人用餐 交代完便直接离开 星星还不忘提醒小姐姐 擦窗户的两串香蕉 别忘了给哦 星星这一提醒 狗狗才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 不但香肠没得吃 还像个傻子似的 帮星星挣了两串香蕉 这下狗狗不乐意了 直接趴到地上 抗议罢工 不料 星星大手一挥 强硬地表示 不加班 就扣你狗粮 但狗狗不为强权 坚决表示 狗才加班 星星看狗狗不听话 立马翻脸 直接抬起大脚丫子 就往它囤大机上喘 但此刻 这条加班狗早已累成狗 它根本不愿再耗费一丝精力 与星星周旋 麻木地趴在地上 任星星在自己囤大机上 作威作福 折腾了半天 星星失去了耐心 它抓起狗狗小短腿 就死命向后拽 这下狗狗实在忍无可忍 直接愤怒地离去 并表示 这辈子再也不做加班狗 除非香肠加到四根 否则 没有商量的余地 星星一合计 四根香肠 太不划算 还是自己动手吧 虽然累点 但过年能多带两串香蕉回家 也值了 毕竟这在外辛苦一年 不就为了这张脸吗 于是 星星二话不说 埋下头就干起了活 它这干活速度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震它们要快 但问题是 再快也不好使 它把坐垫摆得乱七八糟 客人们要按 它摆放的位置入座的话 那场面 简直不敢想象 但星星哪懂那么多 一看坐垫摆完了 立马就兴奋地开始 不停转圈 心里还不断盘算着 擦拨里能转两串香蕉 放坐垫又挣两串 二加二 就是二十二串 这要带回家过年 面子大大的有 一想到这些 星星就抑制不住 内心的兴奋 但开心不过三秒 星星就突然觉得不对劲 它急忙查看四周 才发现 宴会厅两侧的墙体 正朝它挤压过来